陶侃不畏权势 晋朝的陶侃是一个刚正不阿 不怕强权的人 他的一些传说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陶侃在当武昌太守时 长江水面常有稻船出没 拦截商民 抢抢财物 陶侃派几十个兵将 化妆成生意人模样 暗带兵器 搭乘在几艘货船上面 货船刚刚驶过龟山 就有十多只小船从前后左右包抄过来 小船划进货船 杆子一搭 几个拿着钢刀的人跳上货船就来搜捷商人们的财物 由兵将假扮的商人们 出其不意地亮出家伙 施展武艺 有的强盗被打倒 有的强盗被砍伤 有的强盗被堕下水去 随将水飘走了 其余的强盗见商人们既有准备 又有手段 就害怕了 他们便掉转船头 急讲快鲁地逃走了 商人们将打倒砍伤的强盗 押到太守衙门 陶侃立即坐堂审讯 经过严刑拷问 才知道他们不是什么水扣 而是西洋郡王司马洋的亲兵 陶太守命令衙役将他们关进监牢 听后发落 有位主部低声告诉陶侃 西洋郡王不但是皇族 而且是皇上的宠臣 他过去就纵兵抢劫过钱财 皇上对这事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不闻不问 主公还是做个顺水人情 把这几个家伙放了 免得得罪了郡王 先生这话就错了 陶侃批评了主部 然后严肃地说 陶某身为郡守 宝敬安民 除凶欲扣是我的职责 别说是西洋郡王的亲兵 就是皇上的御林军犯了法 陶某也要砍他们的脑袋势中 第二天 陶侃亲自率领一支威武雄装的前锋队伍 直逼西洋郡王府 要司马洋交出兰江抢劫的人犯 司马洋见陶侃的军容整肃 又自知理亏 只好将那些参与抢劫的亲兵捆绑了交给陶侃 三十来颗人头悬挂在城门口 处决抢劫犯的布告贴满了武昌城 从此 不管是水稻还是汗路 再也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 陶侃不为权势的美名 也在民间流传开了